这个地方相当的诡异 其实当许阳和云霄刚刚踏入这里的时候 两个人便都有一种预感 只不过碍于没有什么特殊的实质化力量的体现 两个人都没有将心中的疑惑说出口 只是在这越迷茫的区域越走越深 那种令人心神不安的感觉 越发变得浓烈起来 直到那一声恐怖的兽吼突然降临 许阳本能地挡在了云霄的身前 这一刹那间两人视野的尽头 也就是这个空间遥远的彼岸 凭空幻化出了一道无比通透的龙形图腾 那条龙长达百米 腾空而起的一刹那遮天蔽日 通体释放出如同浩月一般皎洁的银色光芒 这应该是银龙 远古龙族当中最古老最稀有的血脉 也有御龙之称 想不到在这个地方 居然能够遇到如此强大的龙族前辈 徐阳对龙族从来没有过于排斥的情绪出现 因为龙族带给他的传承和积淀实在是太多了 徐阳能一路走到今天 能够和整个诸天世界体系之下的最强者比肩 当年接连几次龙族传承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因此眼下看到这强大尊贵的银龙 徐阳也没有第一时间释放自己的锋芒 而是用通透而平静的目光凝视着对方 我二人皆是从荒芜的尽头而来 并不属于这个大陆 来到这特殊的空间也是误打误撞 全凭机缘 银龙前辈的名声我却是知道一些的 莫非这里也是龙族开辟出来的空间吗 徐阳的声音显得格外凝视而通透 很快便隔着虚空 传递到了面前这闪烁着银色光芒的银龙的耳中 然而这条遮天蔽日的银龙 身上的锋芒却没有因为徐阳给出的这样的态度 有丝毫的收敛 这一空间遭已被顶级强者释放出了禁止 没有特殊使命 降临这里的一切能量都不可能被开启 何况你们两个外人擅闯此地 已经犯下了死罪 银龙强大的精神力波动开来 那道闪烁着银色光芒的图腾 也越发逼近徐阳和云霄二人所在的位置 银龙前辈 我因和龙族有这莫大的渊源 并不想与你为敌 但你若一再苦苦相逼的话 我二人只有以牙还牙 以杀指杀 徐阳最后八个字故意说得十分凝实 显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银龙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彰显出了不可一世的狂妄姿态 你以区区人族身份 修炼到这样的境界 也的确是人族添交了 但你若仅仅是因为自己拥有过人的实力 就敢在我的面前叫嚣 你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像你这样气韵不足的人 提前来到这个地方 等待你的命运就只有一种 那就是灭亡 徐阳冰冷一笑 这句话从来都是我对别人说的 你应该不是第一个 但却是活着里面的人当中的唯一一个了 简单地进行了一番交涉 徐阳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友好 那也就没有更多的顾虑了 眼下这里清楚徐阳真实身份的也只有云霄一人 徐阳根本不需要有任何遮涉掩掩 自己实力和底牌的动机 腾空而起的一刹那 手中玉骨神剑完美呈现 不等对方交手 徐阳这玉骨神剑的细心刚刚出现 眼前的银龙分明产生了极大的情绪波动 嗯 小子 你这把剑是从何而来 徐阳眼见银龙对自己这一把玉骨神剑很感兴趣 应该是联想到了什么 也不做任何犹豫 直接道出了这玉骨神剑的来历 特别是当徐阳道出了云望鸡三个字的时候 眼前的银龙精神力明显波动得十分剧烈了 想不到我们等了数十万年 居然最后等到了云望鸡的传人 这是命运的安排吗 太好了 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了 尊贵的月之女神 这个审判罪徒的机会 还是交给您亲自降临吧 银龙显得格外的激动 但从他这一番言语和态度上不难看出 这家伙分明是要铁了心 和徐阳站在对立面了 并且这家伙应该和云望鸡 有着什么深仇大恨 银龙腾空而起 在这灰暗的空间当中 接连几次辗转 最后竟是将自己的本体 融入一道无比璀璨的 圆月图腾之中 而当那一道圆月升起的一刹那 月之尽头 一道无比璀璨的少女轮廓 迅速凝聚 像是踏空而来一般 几个照面便已经落在了 徐阳和云霄的面前 这女孩通体都散发着荧光 无比圣洁而纯美 并且她的出现 似乎也让徐阳体内 无比强大的天使血脉 躁动了起来 你是云望鸡的传人 那么今天没有任何人 能够改变你的命运了 你必须要陨落在我的手中 这便是我吃等了几十万年 所要完成的唯一一个承诺 这女孩实力何等强大 轻轻对着徐阳抬手 一股无形威压 瞬间降临 徐阳丝毫不怀疑 这女人的实力 几乎已经能够比肩 历代天使之神的级别 再也不做任何犹豫 徐阳第一时间释放出 传承自己的女神月修的 堕落天使之力 与此同时 强大的光明之神法则 一并降临 帮助徐阳融化了这少女 降临在自己身外的特殊结界 光明神法则 你小子不光传承了云望七的力量 竟然还得到了天使月修的力量 太好了 你是我所有仇恨源头的结合体 只要我斩杀了你 我这数十万年来的执念 就终于可以走向解脱了 越之少女竟是如此的完美 在她身上从头到脚 根本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瑕疵 绝美的容颜 神圣的月光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都像是只能存在于神话当中的 完美女神才能拥有的一切 连声音都如此动听 只是这女孩眼神中 透露出来的杀戒 竟是让徐阳感到 从未有过的强大 甚至已经凌驾于 寂灭之上的程度 月光斩 越之少女话音一落 凭空降临出这一道 无比强大的斩杀之力 瞬间锁定了徐阳的本体 而站在徐阳背后的云霄 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徐阳的身前 想要为她阻挡这一道必杀的力量 不犹豫地挡在了徐阳的身上 因为我阻挡在了徐阳的身上 你带上徐阳的身上 我阻挡在你